中共中央军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左与中共中央军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方峰辉 在北京人大会堂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2017年3月8日 中共又一个将军自杀了 这次是上将张扬 中共宣布其一位罪自杀 党媒还宣布 这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是点心两面人 中共曾宣布病死的徐才后 上将是两面人 中共十八大大张旗鼓 繁复五年多来 倒下的两面人何其多 新华社周二宣布 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因涉嫌卷入郭伯雄 虚财后等案被调查 在11月23日字役身亡 新华社说张扬严重违纪违法 涉嫌行贿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 高级将领自杀平船 海外报道 上一个中共自杀将军事也在张扬任职的42集团军当过军政委的陈杰少将南华早报2016年8月报道 54岁的陈杰是大量服用安眠要自杀的 由海外中文媒体2016年8月18日报道 中共海军后勤部企业管理中心主任李福文13日下午 从北京海军总部大院的100号101号楼中间平台挑楼自杀 有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李福文可能因在管理海军军队企业中有贪污受贿的嫌疑被人举报并正接受调查 从北京海淀区的海军大院的100号楼跳楼自杀的还有海军副政委马发 想他2014年此楼15楼跳楼身亡 遭到查处的前中共17届政治局委员郭伯雄 虚财后两位上将也有贪腐财产来源不明知罪名 据报道张扬是郭徐的老部下 但是习近平主政中央后特别是拿下郭徐后 张扬多次检举揭发两位老上级 声称紧跟习中央彻底反腐 两个月前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网站都为网层报道 张扬在广州军区担任政委师别墅装修 花费300多万都由商人买单 但是海外有中文媒体报道 张扬的问题主要是郭伯雄 虚财后掌握军权大豪买官买官时有所参与 中国军网11月28日发表金正平的文章说 张扬为最自杀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文章说张扬是11月23日在家中自杀的 这就是说中共是在张扬自杀五天后才对外宣布其自杀消息的 军正平文章说张扬身为党和军队的高感丧失理想信念 当性原则法律敬畏道德底线 他台上台下两种表现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最上汉忠诚背后搞贪腐是典型的 张扬为何倒台 按照中国媒体对张扬的介绍 他1951年生在河北五强 1968年参军也是从战事做起步步爬到上将 不过他提干后一直是担任政工干部指导员 家欧导员团政委 师政委 军政委 再到集团军政委 大军区政委 总政治部主任 长期以来总参 总政 总后统称共军三总部 重要性可见一般 今年9月中共军政改革后的总政主任张扬 和总裁谋长房峰辉突然落马 《香港政论》杂志前哨上月刊曾发表文章说 此二人暗中抵制习近平肃清国伯穷 虚财后一毒引起最高层布满 打算让他们十九大换届时提前退休 文章说习近平推行军改防得总裁谋长 变成了军委秘书长 张的总政治部也成了军委 政治部两人觉得被大大血泉 本来指望在十九大上升任军委副主席 却被要求退休 更令二人心 有不甘 看中国网站援引前哨的文章称 房张策划在十九大前发动政变 结果走漏风声 习近平下令抓捕两人 政变流产 看中国的报道说 没有其他消息来源佐证前哨的这篇报道 报道本身也没有提供密谋政变的计划和事件细节 中共军网的文章说 文章标题是虚才后是典型的 两面人 国妖 文章说 两面人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 大监似中 代位似真 虚才后就是典型的两面人 他善于表演 擅长卫装 用假面具掩盖自己及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 演出了一幕幕丑剧文章说 两面人因迷惑性 欺骗性特别强 所以危害性 危险性特别大 再到东城事发 他们往往已成为大监巨摊 让人大吃一惊 难以置信 上个月 中共召开十九大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 长阳小杜在记者会上说 十八大五年来 受到审查处理的中央官干部有四百四十人 外媒报道说 杨小杜指出官党制党确实 曾出现一段宽松软时期 让孙政才 苏荣 周本顺等腐败分子 这样伪装的两面人有了可乘之机 中共官媒人民网2016年11月9日 曾发表文章标题是 标理如一不做两面人 这篇文章提到的两面人 由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彭远 外媒报道说 杨小杜的讲话等于间接承认 十八大以来 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有160名 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郭伯雄 虚才后 顾俊山 张扬 高早彦等诸多将军 由海外评论称 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 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 总和还要多许多倍 就是那边的儿子比赛是小军事和军事和女成本的相机 旧大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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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的尤读多将军事和全国这样旅行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